这是一张由国民党军统投资大力所主办的清普特训班的毕业照,中美合作所女特工的照片,中美合作所特务训练照,江亦英,军统局情报人员,长期从事密码破译等情报工作,曾侦破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。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,一反特畏题材的电影,最受观众欢迎。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,其中往往有年轻美貌,风流性感的女特务。 这种女特务,虽然是反面人物,虽然导演和演员,极力要表现出他们外表的胸残和心灵的肮脏。 但广大观众仍然深深地被他们所吸引。 当年的观众中,至今还有一些人对这类女特务记忆留心。